我是在1999年3月加入的 那時候主要是之前的同事介紹 其實我是不打電動的人 所以剛開始有點說 要不要加入這樣的產業 可是也覺得說 這是一個新鮮的產業可以試試看 剛開始其實沒有不適應 可是花了很多時間在研究 就是遊戲是什麼一回事 然後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在玩 那時候是單機版 就一個一個單機版都玩這樣子 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 把自己的心打開 Open出來 然後一直學習新的東西 因為這12年來公司 可能30幾個人到現在 1000多人的規模 不斷的有新的同事跟新的夥伴進來 那對我來說 因為我沒有離開過這家公司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從別的公司的人 過來的人這邊學到一些東西 那我一直保持這樣的心態 我就會不斷的成長 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它不是 這家公司不是突然變大嗎 它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可能30幾個人變100多個人 然後慢慢慢慢的擴大 然後從可能只有台灣 那韓國香港日本這樣子 加上現在連歐美都有 所以我覺得還蠻幸運的 就是可以經歷一家公司 從30幾個人變成1000多人的規模 中間的點點滴滴 那我的感覺是覺得 我真的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 我在很好的時間加入這家公司 可以學習到這中間的一切過程這樣 我覺得最困難的時候 其實在這家公司我學習管理這件事 花了蠻多時間 因為我很年輕就開始接部門 所以第一次要做開除人的動作 對我來說是印象很深 然後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一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 所以怎麼樣去做好一個部門的管理 然後又要有跟部門的人好 我忽然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對我來說 有時候這是還蠻痛苦的 我覺得在這家公司 有一個經歷是我很幸運的 是我去了韓國 然後去了香港跟去了日本 都是在這幾個地方 剛剛要建立子公司的時候 公司派我去做一些相關協助 那對我來說 這是我人生中很大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經驗 因為我必須要去跟不同語言的人 不同語言的同事合作 然後要一起完成一些工作 那在韓國的時候 我有一個印象很深 是我們完成那個 冰淨商店韓國版上市的時候 我們在冰淺雪地的地方 然後把每一個人都往上跑 然後非常非常的High這樣子 那我覺得那是一個很難忘的一個畫面 然後在日本的時候 因為日本我那時候 待了大概四個月左右吧 那語言其實是真的沒有辦法通 然後加上我的個性跟日本人比較不相 因為我是比較沒有那麼嚴謹 可是日本人他們非常非常嚴謹 我在中間也學到很多他們對工作的態度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這樣子 當然是愛橘子 那我在這家公司已經佔了我三分之一的人生 那對我來說 還已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了 就是我覺得它就是我生活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在這家公司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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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家公司裡